我们来证明那个1.7就是这个所谓的Density Theorem 稠密性的定理 事实上呢,想法是简单的 而且当然呢,我们这个证明不是唯一的 有别的办法,有别的进入 比如说你利用刚才那个处法原理呢 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这个Density Theorem 那我们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制呢 是可以做到 那刚才呢,我们就讲这个Archimedian Property的时候呢 就讲了就是,你任意献好的数 Epsilon呢,我都可以插一个N分之一总进来 就是它跟零之间可以插一个N分之一 事实上,基本上就是这个精神 现在呢,我希望就是有一个有理数 有一个有理数 那是差在XY之间 是这样子 那这个有理数呢,我可以看成它是 N分之K N分之K 好不好 那怎么保证一定有N分之K这个数在里边呢 事实上那个真结就在于,我希望有一个N分之1小于Y-X 我希望有一个N分之1比Y-X Y等于相当于我的Epsilon 如果有这个的话呢,那就简单了 为什么,因为意思就是说,它比它小嘛 我从0出发N分之1,N分之2,N分之3,N分之4这样子打下去的话呢 我是不是一定有一个点要打在XY中间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N分之1这样子数过去的时候呢 会跳过XY这个小区间 不可能 因为它的区间的长度就是比N分之1大 那你这个每一个呢,只是差N分之1而已 所以呢,最后呢,一定有一个点打在中间 而这个就是某一个K,就是N分之K 那个想法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而真结就是在于这个Archimedian Property 那大家,这个打的那个过程呢 事实上我们只要用到是 大概我们应该要用到就是1.6B 再加Archimedian Property 我们就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Density theorem 我们来给它写一写 好,来给它写一写 这个打的那个意思呢 事实上是一个直观的一个讲法 事实上最后呢 我们从这个N分之1小的话呢 我知道一个事情就是 1是小于NY-NX 换句话说呢,就是NX-1呢 是NX加1呢,是小于NY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这个1.6C呢 我就看NX跟NX-1 它一定要差一个 差一个整数 在里边 这句话,如果演绎出来呢 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存在一个K 它是大于等于NX 小于NX加1 这个C 在那个命题里面的C 就是我的NX 是这样子 那已经做完了 这个是刚才的那个B命题 所做出来的 那NX 结论是什么 NX 对,这个K呢 就要大于NX 小于等于NX加1 那最后 那个结论就是 我拿左边 再拿右边 那个头尾 合起来就是 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你每一个都除N 这个不是就是有理书吗 这个有理书就是 完全全就在AB之间 XY之间 就在XY之间 而且呢 是不可能相等的 是不相等的 就完全全在这个开区间里边 就做完了 这个是C C imply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给他 给他写清楚 这个就是A部分 好 那事实上刚才的那个remark 就是by remark to这个1.5 那个academic property 我就知道就是 存在一个N 在N里边 使得呢 0小于N分之1 小于Y-X 好 这个epsilon就是Y-X 好 那就会imply呢 我的E呢 是小于NY 这个减掉NX 右边乘N的话呢 写出来是这个样子 就会imply 我的NX加1 是小于NY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我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就是要利用我的1.6C 我的就存在一个NX跟NX加1 这样子一个半开半壁的区间 交这个Z呢 是一个singleton 交这个Z 是一个singleton 这个singleton呢 我叫做K 那这句话呢 是很方便的写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给它演绎出来呢 是这个意思 就是存在一个 这句话跟以下这句话呢 是一样的 存在一个唯一的整数 K 在Z里边 使得呢 这个K呢 是大于NX 小于等于NX加1 对不对 那这句话跟这个话呢 是一样的 大家要懂得 这个是比较好表示 比较简略 这个呢 要详细给它叙述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叙述 那我就可以将 这个跟E去合并 怎么合并 就是这边呢 是小于NY 这个是从E来的 那我就 有NX呢 就是小于K 小于NY 这个是前面那部分 这个是后面那部分 都是绝对不等号 那边的就是说 K呢 除于N K over N 就是X呢 就要小于N分之K 小于Y 而我的N分之K 是在 是一个有理数 是一个有理数 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它是一个 所谓有理数的话 就是一个分数 那因此呢 我的结论就是 就是 我的Q呢 是Gans 这些前提 我应该讲一讲的 就是说 是随便一个 XY在R里边 那就是X小于Y 那我就 利用这个Remark 有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 就做完了 1.5 1.6 一个合并 就给大家做完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有理数 做完一个 第二个就简单了 我就可以利用 有理数的性质 去处理 所谓的 无理数 是Dance in R 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已知的 就是说 Given 这个更二 是一个无理数 我已经讲了 这个呢 是可以证明的 用Completeness Ism 是可以证明 真的是有更二 更二是一个实数 它是某一个东西的Supremum 那 然后 这个实数呢 而且呢 可以说明 这个实数是大于零 我写成这个是一个Fat 这个也是可以证明的 OK 我会给一个 给一个笔记 给一个讲义 给大家 说明这个事情 OK 好 所以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 其他的 基本上就是 A部分的这个结果 就OK了 怎么说 我随便 XY 在R里边 X小于Y 是不是 那 就表示说 我的X 除以更二 都要小于Y 除以更二 是不是 我大家都 除以一个正数 正的实数 那我就要 用Dense 这个性质 作用在 更二分之X 跟更二分之Y 这两个点 那 By A 我就存在一个 N分之K in Q 使得 我的N分之K 就是大于 X除以更二 小于Y 除以更二 是这样 然后 现在 我每一个东西 都乘更二 就表示说 X跟Y中间 只有一个N分之K 乘更二 这个数 那这个数 是什么数 这个数是一个实数 它是两个实数 相乘 那 它是不是有理数 很明显它不是 它是个无理数 就是 Infant之K 如果它是有理数 那更二也是有理数 是不是 我们已经知道 更二是无理数 所以 你乘一个有理数的话 还是无理数 那就差了 所以这个 事实上 就是利用A的 那那地方 都在这个 有理数 那个部分 所以 结论是 R减Q 那你就做了 一个 Sedence 那我想 这个是 一个有趣的 一个性质 大家 可能你在高中里边 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 甚至用过它 来解你的题目 但是 为什么它是对 我们都要 一一的去验证 所以这个1.7 我们就做完 好 所以呢 我的命题 就是要来 证明 这个1.6 这个看似 看似是 非常自然的一个命题 我先做A A是 还蛮简单的 事实上这个A 我们这里还没有用到 反而BC是 我们要用到是 B跟C 比较好用 不过A也是一个 相关的性质 就是 对于整数的一个了解 我顺便给它 写出来这样子 那 我第一部重要的 这个N 对于这些整数的东西 就是 你 事实上都使用 数学归纳法 那重要的是考虑 A等于0 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就是 01 交Z 是空级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有了这个以后呢 数学归纳法呢 我就可以做出来 其他的 那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命题呢 也很简单 因为事实上 刚才已经 已经讨论过了 我的 我们也是数学归纳法 就是 既然 Z是等于 N Union 0 Union 负N 那 我就知道就是 对于所有的N来说 N来说 那个 Z的元素来说呢 就是 N呢 1就是大于0 Or N等于0 Or N 小于 等于 负1 N是大于1 等于0 或者是小于等于负1 就是这三个状况 那 当然就表示说 N是 它就是大于1 或者是 N是小于等于0 这两个情况呢 我可以给它综合 是这样子 所以 它有没有可能 在01之间 那个三一定律说 不可能 你只能是小于等于0 或者是大于等于1 如果你是在01之间的话 你就是 这两个 都不满足的 那 所以 就做完了 就是说 N呢 是不可能 在01里边 01 区间 开区间 意思就是说 N大于0 小于1 那就是 跟这个呢 是 有抵触的 那 因此 就是说 你这里的任何的元素 不可能在这里 所以它们的交集呢 当然就是等于 空集 如果它不是空集 它就是有一个元素 在这里 也在这里 那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命题 然后呢 我后面呢 是一个证明 就给它 讲清楚了 那 有了这个以后呢 其他的 N大 N分之一的 这个开区间 呢 就 也就可以 用一个 所谓的 归纳法的 类似归纳法的 那种想法 去做 就OK了 那当然 这个是整数 所以 也不能完全 一下子 用归纳法 反正就 对于所有的 N 来说 如果 如果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如果我真的是 存在 这个K 是在 N加 N加1 交 那 或者是 我用另外一个 讲法 就是说 这个是 N在Z里边 如果我真的是 存在K 也在Z里边 使得 K是 在 这个N 跟N加1 之间 如果是这个样子 则 这个K 就要大于N 小于N加1 是不是 就是 如果这个是非空 现在我们考虑 一般的状况了 如果这个是非空 我就是有这个 它里边 就含着一个整数 意思就是说 这个整数呢 就是在 N 跟N加1 之间 那我 每一个都给它 扣N K 减N 就是小于1 大于0 不是吗 然后 K 减N K 减N 两个整数相减 还是整数啊 还是整数啊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那 所以 就矛盾了 矛盾什么 矛盾我刚才的 第一部所写的状况 我第一部所写的状况 就是这个是对嘛 这个是空极来的 那因此呢 就是 这个if 这个事情呢 是不可能的 结论是什么 就是NN加1 加C就是 还是空极 for all N in Z 是这样 所以这个A部分 就正完了 BC呢 实际上有一个 只有第二个 是不是 比如说 假设B是对的 等一会儿 我要正B 那我看看C 给定了 就是假设B是对的 我不写了 假设B是对的 那我C随便一个 C在R里边 那 这个 我看看是 这个负C 如果C在R的话呢 负C当然也在R 对不对 那 所以 我利用这个B部分呢 我考虑的是 负C 负C加1 这个是 半开 半B 半开 等于一个Singleton 这个是X嘛 我不用C 我用负C 为什么呢 因为 意思就是说 存在 这句话呢 是存在 唯一的 这个唯一呢 有一个符号代表它 哎呀 这个是 我们在 在符号上呢 时常说 这个是唯一 不叫谁开始的 反正也蛮有趣嘛 对不对 存在唯一的 X 在Z里边 使得呢 X呢 是 大于等于 负C 小于 C加1 对不对 不对 是 负C 加1 OK 那 你给它 相反嘛 就是 这里就表示说 我的负X呢 如果 如果 大于 负C 负X 小于 等于C 是这样子 如果 X 小于 负C 加1 负X呢 就要大于 C 减1 哎呀 还是 好 这里呢 看起来还要再写一遍 我这里呢 就是说 负X呢 就是在 这个区间 C减1 C这个区间 那你看 我目的要做什么 是 C跟 C加1 那 我将这个 如果看成负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 就是 一个 B的 是 负C 减1 负C 这样子 我事实上应该要考虑这个的 要考虑这个 那 这个我就会用 B部分来 来讨论 那 我这里要再讲一遍 这个C部分 我要 我要 正这个C 我先假设 B是成立 B是成立 那是随便一个C B的 这个开的 C跟C加1 交Z呢 是一个Singleton 那现在呢 那个区间有分别 但是呢 这两个是等价的 因为很明显 如果C是在R里边 我负C 当然也在R里边 而负C 减1 也在R里边 好 我就认定 这个 就是我 B命题的C 那 所以 我利用我的B呢 我得出的东西就是 负C 减1 负C 这个再加1 就是负C 这个B 开 交Z 是等于一个Singleton 等于一个K 或者是一个X 无所谓了 等于K 好不好 B部分就是说明这个事情 那这句话呢 是 等价于 我给它演绎 就是存在 存在一个唯一的 这个我们在书类上呢 这个Aya 就是 有时候懒惰了 就是将它看成是unique的意思 这个 我先写一次 这个就是Aya的意思 unique的K 在Z里边 使得呢 我的K呢 是大于等于 负C 减1 小于C 是这样 小于负C 就表示说 我的负K呢 是 K小于负C 所以负K就大于C 然后呢 K大于等于负C 减1 就是K 负K呢 是 小于等于 C加1 我这个调去右边 这个K调去左边 就是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那这个话就是 就表示说是这样子 也是唯一的 如果有两个的话呢 我这边就是 也有两个 所以 这个是等价的 那就表示说 我的 C C加1 这个是K 这个是B 交这个Z呢 就等于负K Singleton 那 这个就是 我的C命题 所以呢 现在呢 我只需要说明 B是成立就OK了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很简单 就反一反就好了 就是将 这个 所谓的 C C加1 这个是 K B 将它反过去 负的 反过去负的 就是 这边就是 负C 减1 就是 B C 就是开的 负C 就是开的 就是这个图画 就可以将 这个 C部分 给它说明 好 所以呢 我只剩下B 好 我现在就来证明B 那这B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那些 Completed section 好 我们考虑 B的证明 那 我就 那个 讲法是说 我要找一个自然数 它是 在这个区之间 我先不管这个 是不是之间 我先就是说 这个自然数 这个整数呢 这个整数叫小于 C加1 所以呢 我这样这个命题呢 事实上是 我要先 先有一个估计的 估计是怎么样子说呢 我先考虑的就是 我们考虑一个集合 就是 所有的 N 在Z里边 使得呢 N是小于C加1 好不好 我先考虑右边的 这个 所谓的上界 C加1 好 是这样子一个命题 那这个当然是 实数的一个子集啊 那 而且呢 它是 非空的 它是非空的 第一个命题呢 我要做就是说 它是非空的 那 如果它是非空的 而明显它有上界 西加1 就是它上界 那所以 它会有 supremum 那我要说 这个supremum呢 也是它的maximum 它就是要在 这个区间里边 这个是合理嘛 就是 整数集合 都是各离的 你的所谓的 最大 你的那个supremum呢 最小上界 事实上就是你的最大值 就是 它就要在 这个 这个区间里边 基本上 整个想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事实上 前面的 Completed section 以及Archmedian property 我都要用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就要用到了 第一个就要用到了 因为 怎么说 它是非空的 就是 考虑就是 负c减1嘛 我有一个n 比c加1小 相当于就是说 有一个m 比负c减1 大 byArchmedian property呢 我就存在一个m 使得 它是小于m 这个应该清楚的 这个m就是 在 这个m是一个 自然数来的 在m里边 使得 负c减1小于m 那 这个 这个命题呢 就是等 加于就是 我的m呢 负m呢 就小于 c加1 这个负m 就会是一个 自然数 这个m 就是一个 整数 这个负m 就是一个整数 那 它就是在 1里边 所以呢 它是非空的 整完这个 非空的话呢 所以 我这个 1呢 有一个upper bound 很明显的 obviously呢 1就是有一个upper bound obviously 很明显的 1就是有一个upper bound 因为c加1就是它的upper bound 那任何的一个元素呢 就要比c加1大 因此呢 完完全全就是 满足这个 所谓的 完备性功力的 那个要求 非空 有上界 那 就有这个 最小上界 就是 我的 这个 就是存在这个m0 是等于supremum1 就是 在r里边 它既然有上界 这个是m0是最小上界 所以 我利用这个 completion section里边的 所谓的2' 我就存在一个a 这个m0是不是在1里边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一定找到一个a0在1里边 是的 我实际上可以写成是m0了 n0在1里边 使得呢 这个m0呢 是 是 大于 m0减1 然后 它当然小于等于m0 也小于等于c加1 OK 那以下呢 就是 我的命题 这个m0呢 事实上就是等于maximum 如果它是 就是1里边的最大值的话 那 它当然就是等于我的supremum 所以它是等于m0 我说就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就相等 这个 我这个叫2的 这个叫命题2 就做完了 so that 那 我这两个是相等 我当然要说m0是大于等于c 这个还是要说明的 好 我这个下一步再来说明 我先做这个 这个命题是 是有一点复杂度的 好 所以 我们来到这里呢 m0是等于 我要说m0就是 1这个集合里边的 最大值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那就会有一个n 比它大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会有一个n 在1里边 n就比它大 n就比n0大 好 那 现在呢 是 你的n是 正整数 你比它大 是什么意思 你的n是整数 n0也是整数 好 你绝对大于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呢 就是起码差1了 就是 n-n0呢 叫大于等于1 是这样 好 那 那就表示说 我的 我的n 就是要大一等于 n0加1 就表示说 它是 大于m0 为什么 因为 n0是比m0减1来的 大的 你现在在加1的话呢 两边加1的话呢 就是 我这个2 这个狮子呢 就说明了 这个东西是贵 好 那这个就 就矛盾了 好 就矛盾了 因为 这个m0是 supremum来的 好 m0是supremum 那你现在呢 有一个元素 在1里边 比它大 所以就 就不可能 好 那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 所有的n在 1 0里边 n都要小于等于 n0 那换句话说 就是 n0呢 就是 maximum 1 好 那我们就做完了 这样子的一个 第二步 那第三步 这步是简单的 就是 n0呢 事实上是 大于等于c 小于 c加1 好 这个是我要做的 那 做完了以后呢 就 就ok了 怎么说 我就只有 就是说 就有一个 有一个元素 相交 就会有一个元素相交 这个n0当然是在z里边 就相交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元素 当然不可能 因为 从a部分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它是 n0是唯一的 好 好 那这里有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 这个部分呢 是简单的 因为 如果n0是小于c的话 这个已经知道的了 一定是对的 这个1的定义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那 是要看 是看这个 好 那如果小于c的话 如果它不对 就是小于c的话呢 则 我就有呢 就是说 n0加1呢 就小于c加1 那就表示说 n0加1呢 就是 n0加1呢 就是在 在1里边 它是一个整数 然后小于c加1 这个跟maximum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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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有抵触了 所以这个不可能的 因此呢 我的结论是 n0呢 要大于等于c 那第二个小于c加1呢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 我们的 那个 它是 唯一的 这个是一个singleton 没有别的数了 只有一个数 如果有两个数 那如果有两个数的话 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它们的差异呢 是 是超过1的 那 这个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 如果 就是存在另外一个 n1 也是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 这个命题里边 事实上是会有矛盾的 会有矛盾的 就是在这个 c加 c跟c加1 叫z里边 那 1的呢 就是 n1就等于n0 or呢 就是 n1 就是 减n0呢 就大于等于1 或者是 n0 减n1 大于等于1 就是两种 那 这两个 我随便取一个 随便取一个 譬如说 这个是成立 那 你都 你都 你都会很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 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的话呢 就会导致就是 n1呢 是大于等于 n0 加1 那我现在呢 我已经知道 n0是 大于等于c 小于c 加1 所以n0 小于c 加1 那这样子的话呢 n0加1呢 就要 大于等于c 加1 那就矛盾了 那就矛盾 这个n1 要小于c加1 所以这个是矛盾 那 类似的 同样的 这个 argument 这个也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那个命题呢 是 不成立的 这个命题是不对的 那同理呢 这个也不对的 同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similarly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要成立 那 就是说 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两个 那就 我们的b命题呢 就是 就成立了 我们就证明了 b is valid 好 那 好 我今天呢 要讲的那个内容呢 就是这些 好 主要我们讲呢 就是 这个 Archimedian property 以及于就是 那个 这个dance 这个事情 有理书是dance 那中间呢 要用到一个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 事实上是有用的 这个工具是 是蛮有用的 好 那 是这样 好 今天就拿到这里 好 好 谢谢大家